如果香港要在這個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的新時代 怎樣去提升競爭力 掌握到這個機遇呢 當然有很多方面都要探討 有很多方面都真的要做要落實 主席今天這麼巧你選的幾個題目其實很相關 現在這個議題是講加強數碼基建和人工智能生態圈發展 跟著那個議題就是講數字政策辦公室 再第三個數碼講網絡安全事故 其實三樣東西都是完全相關的 我們某一個好的政策呢 其實放多少錢下去無論是硬件 你都未必是放得對 未必是真的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 我們一直發展我們的數碼基建 在各方面應用人工智能 其實帶來網絡安全 這個我們必需要真的應付的一個大的問題 待會就會講到數碼講一個具體個案 但是我們覺得就不需要苛責某一個 其實都是受害者 而在整體上 我們究竟如何應付 隨著這個數字的技術 一路發展 有時候真的度高一尺 又摩高一丈 所以其實講到數碼基建 當然現在大家的著眼點 可能就是超選中心 不過我也想真的概坦講一個 我們真的要面對的問題 其實講那麼多東西 其實我們那個進行的速度 是真的慢於人 你說超選中心 其實我們在業界 主席 你不知已經覺得幾年了 今天 我想做 想做也要2026年 才叫做 開始有些事情看到 這個速度如何去競爭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問那些具體的細節 因為文件裡面都要講 但是反而其實 我們怎樣在這方面加快呢 還有另一方面當然就是人力的問題 除了引進龍頭企業 我們吸納人才之外 我們如何本地去培訓 但是我們本地培訓 遇到一個很實質的人口結構的問題 就根本是出生率 但是 將來呢 各個行業都在那個小小的年輕人堆裡面 拔人力 這個其實是另一個問題 但我想這個就不可以 今天可以談到這個人口政策 一個真的比較長遠 影響著香港發展的問題 但是在這個發展速度方面 其實局長有什麼辦法呢 這個我完全贊成魯衛國議員的意見 您急我比您還急 OK 所以就是為什麼 今天我們來參委會討論 我們討論的是發展人工智能 資助人工智能生態圈 立法會一旦通過 今年下半年 數碼港就已經立刻 開始提供算力服務 這就是速度 立法會的程序我們不會少的 一定要經過立法會這樣的批准了 那麼之前呢 我們成立了 聲稱是人工智能的 英國香港的研發中心 而且不僅僅 我可以跟盧議員講 不僅僅是數碼港 我們在香港其他地方 對於算力中心也做了佈局 而且有些算力中心已經開始啟動 所以我們在人工智能發展方面呢 面對這樣一個激烈競爭的發展形式 面對國家這麼一個巨大的需求 我們已經 早就在磨化 當然關鍵是希望能夠盡快出成果 好 謝謝盧議員 謝謝盧議員 麻煩你 謝謝